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一直告诫自己不能像隋阳帝那样 而是要好好做一个英明的皇帝 让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实际上唐太宗确实做到了 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都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最后呢终于开创了真冠之志 整个唐朝啊变得国胜民强 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 不愁吃穿 啊 当然了 这并不只是唐太宗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哦 他能够完成这番大事业 可少不了其他人的帮助呀 其中呢就不得不提一提魏征这个人了 他是一位非常刚正的剑官 专门负责给唐太宗纠正错误 帮助他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决定 不过在这之前呀 有人曾经向唐太宗告发 说魏征以前是帮太子做事的 在玄武门事件之前 他好像还曾劝太子 要除掉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 这样的人可不能正用啊 于是唐太宗把魏征叫来 严肃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 让我们兄弟俩不合呢 哇 好犀利的问题 魏征如果回答得不好 说不定就有可能会被皇帝砍掉脑袋 谁知道魏征一点都不害怕 不慌不忙地回答 可惜当时太子没有听我的话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大家听了都吓出一身冷汗 但没想到唐太宗觉得魏征真诚直率 也很有胆识 不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笑着说 哈哈 事情既然都过去了 那就不要再提了 今后你就好好帮助我治理国家吧 魏征也没想到 唐太宗竟然一点都没责怪他 心里十分感激 从此之后 魏征便尽心尽力地帮助唐太宗 对于国家的大小事 魏征都想得很周到 看到唐太宗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太宗呢 也总是虚心地接受 有一次江南地区发生树灾 农田都被淹没了 庄稼没有收成 百姓们过着吃不饱 穿不暖的苦日子 魏征马上向唐太宗报告了这件事 请求唐太宗 暂时不要再让江南的百姓们 上交粮食和财物了 当时唐太宗答应要好好考虑一下 但好几天过去了 却不见他颁布圣旨 魏征十分着急 百姓们都在饿着肚子 要是国家还要让他们上交财物 他们拿什么来生活啊 这不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吗 于是 魏征又急急忙忙地进攻拜见唐太宗 一见面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唐太宗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也不想为难百姓 但是现在国家的仓库都快空了 如果再不收取财物 国家也很难撑下去啊 魏征坚定地说道 现在国库还有剩余 大家节俭一点 总能撑下去 但是如果逼得百姓们都没有活路了 那这个国家还怎么可能会强大呢 唐太宗被魏征说得一愣 很快便反应过来 确实是自己的目光太短浅了 于是 唐太宗不仅没有让江南百姓们上交财物 反而开放魔库 分发粮食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还有一次 唐太宗很想去打猎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还带上了一只熊啾啾的队伍 可是刚要出发 唐太宗突然下令说不去了 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唐太宗却笑着说 要是魏征知道 我弄这么大的排场 又要说我铺张浪费了 虽然国家的实力在不断上升 但是我也不能浪费那么多东西去享受啊 不过呀 唐太宗毕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如果总是被魏征说 这里不对 那里不行 肯定也会有不乐意的时候 这不 有一天上朝 因为意见不同 魏征和唐太宗正能面红而至 唐太宗不好当着大家的面发火 憋了一肚子的气 后来唐太宗回到后宫 怒气冲冲的跟他的妻子 长孙皇后说道 哼 迟早有一天 我要杀了那个乡本老 长孙皇后疑惑地问他 香巴佬是谁 唐太宗气呼呼地说 还不是那壶味征 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长孙皇后听了 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换上了一套上朝才穿的朝服 他恭恭敬敬地跪下 向唐太宗拜了拜 这下可把唐太宗给弄迷糊了 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 我听说呀 只有英明的皇帝 他的身边才会有正直的臣子跟随 现在看来 魏征刚正直率 这不正是说明了陛下是英明的皇帝吗 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呀 唐太宗一听 啊 终于醒悟过来 可不是吗 多亏了魏征 自己才少犯了很多错 才能时时刻刻把天下的百姓放在心里 才能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呀 从此之后 唐太宗更加虚心地听取意见 在魏征的帮助下 他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让整个唐朝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后来呢 魏征不幸生病去世了 唐太宗非常伤心 整整五天都没有上朝 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 以铜作为镜子 可以整理衣服 以历史作为镜子 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 而以人作为镜子 可以看清得失 知道对错 哎 现在魏征去世了 我失去了一面 好镜子啊 这样看来 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当中少不了皇帝的努力勤勉 也要有像魏征这样 处处为国家着想 而且敢于指出皇帝的错误的大臣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呢 皮皮带着大家认识另外一个 为国家做出了大贡献的人哦 哈哈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